嗨,大家好,我是坦皮树,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8月7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大肠杆菌 为什么聊这个呢? 我记得前几天啊,咱们做过一期节目 说这个苹果啊,它在这个印度生产的iPhone15 卖到欧洲啊,这一批这个手机里面 剪出了这个大肠杆菌超标十倍 我记得当时咱们还做了节目 说这个苹果啊,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个iPhone16啊,还得挪到中国的生产 这个有很多人呢,说这个三哥 怎么回事啊,山子座没洗手吗? 手机上还有大份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医生的说法 大家看视频 手机表面的细菌种类多达2000种 四分之一人的手机 上面的细菌数量超过正常值的10倍 手机表面布满着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和流感病毒 当我们人体有伤口的时候 这些细菌就非常容易引起这些伤口的感染 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也就是说这个大夫啊 说啊,手机表面有几千种病菌 所以说有大肾杆菌 这个太正常了 一点都不稀奇啊 没有必要惊讶 有人说过啊,说细菌啊 来到这个世界上 大概是31年 就是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居民 而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也就三四百万年 对于这个大肠杆菌来说啊 人类还是后来者 手机中检测出大肠杆菌超标 这个怎么说啊 好歹还能接受吧 对吧,你只不过用手机嘛 你也不舔他 但是啊,更离奇的事情啊 在另外一个印度发生了 这个财经网还有很多媒体报道啊 消费者报报道 说啊,雪糕抽检 大肠杆菌群不合格占比五成 雪糕冰棍抽检 一半减出粪便污染 你想一想啊 一半的雪糕啊 都有粪便污染 反正我很少吃雪糕啊 我也不吃冰棍 非常少 不知道这个夏天这么热 不知道谁在吃雪糕 吃冰棍 你们在吃 带有大便的 就每吃两根 你就有一根里面有大便污染 说有品牌大肠菌群最高超标27倍 对吧 你说印度人生产的手机超标10倍 算什么呢 你吃的超标27倍 据消费者报道显示啊 说整理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及省市级监督管理局 于2024年近半年就1到7月啊 公布了有关雪糕 冰棍等冷冻饮品质量抽检情况 结果显示 各地监管部门 车务检发现不合格产品 共11批次 包括5批雪糕 5批次冰棍 不合格原因 主要集中在微生物超标 以及质量指标不达标 从项目看 雪糕冰棍 不合格集中在大蝉菌群 蛋白质 聚落总数三项 其中微生物指标 就是大蝉菌群呢 还有聚落总数 不合格占比 其中铁岭县 这个大城市铁岭 叫阿吉镇通达冷饮厂 生产的大麻花 也就是那种多瑞兵棍的 一袋是88克 他这个送检是2023年8月份 他说是近半年 大蝉菌群超标 最严重的一次 说同一批次 5次检测结果分别是 一千 两千七 一千一 两千一 一千二 单位 每次检测结果 均超出最高限制值 最高超标27倍 这个大肠杆菌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动不动就超标 我们看一段视频 大肠杆菌频频出现在 食品检测报告中 究竟是为何 让我们一起探究 大肠杆菌是人体肠道中的 一种细菌 通常是无害的 甚至有助于肠道健康 但是在食品中 过度的大肠杆菌存在 则可能表示 食品已被污染 食品中大肠杆菌超标 通常是由于生产 加工储存 或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 例如 生产设备 卫生状况不佳 或食品储存和运输过程中 温度控制不当 都可能导致大肠杆菌的滋生 肉类 乳制品和蔬菜等食品 也更容易受到 大肠杆菌的污染 大肠杆菌超标 对人体是有害的 它可能导致腹泻 呕吐 腹痛等症状 甚至引发败血症等严重疾病 为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选择 卫生状况良好的食品 并注意储存和烹饪的方式 避免食用超标食品 问题是我们吃的雪糕 食品会有大肠杆菌呢 食品中减出大肠菌群 提示被致病菌 就是沙门市菌 致贺之症菌 致病性大肠杆菌 污染的可能性较大 食品检测工程师表示 如果生产过程灭菌不彻底 仓储及运输不当 甚至生产人员上完厕所 不洗手等等 都有可能导致产品 残菌超标 近半年因雪糕冰棍不合格 被通报的企业 最多不超过一次 品牌方面设计老滑头 东山雪 云艺雪 冰芝等商标 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咱们对三哥再也笑不起来了 三哥好歹是在手机上搞点大便 咱们在雪糕里面搞点大便 这个雪糕谁还敢吃 我看过一份资料 说人类的大便 30%是细菌 也就是一斤大便 有三两是细菌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好吓人啊 我就不知道这个 警察人员呢 在这些雪糕里面 有没有检查出什么 泄力亭 对吧 大清大霉素 之类的 只泄的药 前不久啊 不是无锡 还什么地方 有个饭店的厨师啊 在他做的汤和菜里面 提前加入 清大霉素 省得你啊 到时候吃了拉肚子 这样就好了 你看 他加了东西 加了药 他还没加价 药也是成本的 没有多收钱 对吧 你到医院去挂号 开药 这个 钱都不会少 所以人家提前烦饭 直接给你在摊里面 菜里面 发展这个 清大霉素 这个 也很多人不太清楚 很多人喜欢吃那个麻辣炭 就是那个涮的啊 麻辣炭 一串一串的 街头啊 我不知道现在 是不是这么干 反正以前啊 这种麻辣炭里面 肯定是加蟹药 就是蟹力亭 为什么呢 因为麻辣炭 它都是一个味儿 主要靠那个汤汁 对吧 煮出来 味儿都是一个味儿 所以对那个食材 就无所谓 对吧 食材新鲜不新鲜 烂菜叶子和那个新鲜的菜叶子 煮出来不是一样吗 都瘪了 所以为了啊 这个吃麻辣炭的人 不要吃完这个就去拉肚子 所以在麻辣炭里面 先放上这个 谢力亭 这个大家可以查新闻啊 有报道 所以说 低垢油也就忍了 然后你这个 对吧 这个 煤炭油在灌车 去拉这个食用油 咱也能忍 你说这里面 加什么药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 你说这个 雪糕冰棍里面 居然有大便污染 大家还记得吧 以前是青岛 有视频啊 有一个那个 啤酒厂的员工啊 跑到那个 啤酒那个原料 对吧 那个麦子那 在上面尿尿 这个大家记得吧 有视频的啊 后来 厂家说 这一车 这部分 被污染的这个 啤酒啊 没有进入市场 而且很少 实际上都已经被大家喝了 在民间啊 一直有这种说法 对吧 自己做包子的 不吃 买别人的这个 面条吃 哎 卖面条的 他不吃自己的面条 他是别人做的这个 炉煮 卖炉煮的 不吃自己做的炉煮 吃别人做的包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做的这事情 他自己知道 哎 同时他也希望别人不这么干 大家记得吧 那个包子里面 据说还加过 纸壳啊 对吧 包子里面放淋巴肉 放什么 槽头肉 这个 放什么 僵尸肉 这个不叫新闻啊 我以前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我有个亲戚啊 他就是做早点 主要做包子 馒头 这些东西 他春节 在家里好意啊 做了很多包子 给每个亲戚送 结果大家吃完之后 觉得这包子 不够如此啊 说你这手艺不行啊 你跟监儿买的那个 就没那个好吃 实际上啊 亲戚做的 人家是真正的 食材 对吧 要精挑戏血 后腿肉 对吧 这个新鲜的肉 他只是没有加科技 很活 所以你吃起来觉得干吧 觉得柴 不是满嘴溜油 对吧 我们吃惯了这种 一咬啊 就一嘴油的这种包子 你再吃那种包子 吃不了 觉得不好吃 所以他要如果说 坚持用好的料 他包子估计卖不了 没人买 这就是劣币 猪粮币啊 那他要想把这包子卖出去 要想生意不错 他也同流合乎 大家加什么 为了加什么 你说我们 为什么 就是这种 进入互害模式呢 对吧 什么鸭脖里面 有老鼠的头 这种现象是怎么导致的 有人说 现在竞争激烈 实际上这个以前也有 我觉得啊 是有几个原因导致 就第一个 就是还是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就生活水平提高之后 就是温饱解决了 所以咱们对食品安全 就提上了日程 所以对这些 我们不能容忍 你想一想吧 就我们小时候 那个鸡死了 猪死了 不都烧一烧吃了吗 谁给他检测什么 有没有什么军群 对吧 是不是侵略感死的 谁管呢 那时候根本还没这概念呢 没得吃啊 然后吃野味 有人吃老鼠 对吧 有人吃蝙蝠 果子里什么的 那些东西 细菌是最多的 这个 有一个方便面品牌 叫统亚叫什么 对吧 325报道的啊 他那个酸菜 是在大粪里泡着的 我有印象 你说说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 那时候月饼 也就那几天卖嘛 那几天卖掉之后 那些商店啊 月饼卖不掉的 好像都回收 据说啊 回收回去之后 他又打碎重做 又变成新一批 就是明年啊 月饼的馅 所以你那个时候 吃到的月饼 也可能是五年前的 没人在乎 你知道吧 因为你没得吃啊 有月饼吃 就已经不错了 但是现在我们 已经温饱解决了 所以大家对视频安全越来越重视 以前咱们就不知道 什么叫PM2.5 对吧 好像十几年前吧 突然大家关心起来 这个PM2.5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 就开始测爆表 但以前 像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大家都见怪不怪 为什么突然就感兴趣了呢 对吧 因为大家越来越关心健康 所以第一个原因啊 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啊 已经不满足 这个吃饱了 对吧 这叫日益增长的需求 那现在人大家已经对这个安全感兴趣 更加关注 第二个呢 我认为就是咱们中国人呢 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就是干什么 没有人监督 对吧 本来我们是个道德底线 还有法律底线 对不对 外国人 甚至就是咱们的啊 穆斯林 他们卖的宁安肉 他都不注水 对吧 当然汉民卖的 保护器就注水 这个大家自己可以看看 观察 你如果买那个宁安肉 真的是清蒸的 它呢 好像质量都要好一点 咱们注水肉这个不是秘密吧 那个牛杀之前那是 把它灌到四肢不能动 就是把那个自来水管子 插到他的嘴里面 插到胃里面 直接灌 灌到他不能动了为止 一斤肉里面二凉水 为什么呢 我认为啊 这主要是没有信仰 就是别的人呢 他干什么 总是上帝啊 或者是上面有个人看着他的 你要这么干 你死后就要下地狱 或者是你得不到好处 对吧 你这是忏悔吧 那总之上面有个眼睛看着他 我们呢 没有信仰的时候 没有眼睛看着 那就是祖宗在看着你 因为我们是祖先崇拜嘛 祖宗看着你 你做的一切 都是光宗耀祖 无论你是单官 还是什么这个内阁的 对不对 发财了 首富 回去都把祖坟呢 整一整 对吧 那许家印许老板不也是吗 有钱了 把先人的陵墓 修一修 这就是光宗耀祖啊 光宗耀祖 你说祖宗盯着你 咱都是自己人 对不对 我这么干也是为了你啊 祖宗不能怪吧 不能管 祖宗甚至还保佑他 对吧 庇护他 能够侥幸过关 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 祖宗保佑我 对吧 总是希望我好 光宗耀的越来越大 钱挣的越来越多 这是我认为的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信仰 第三个就是法治 对吧 咱们以罚代管 就像这种 一查到这个 马上罚款 这样形成一个 非常就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那就有些部门 他宁愿罚款 对吧 这样有收入啊 对吧 你最好隔三差五的 来来犯点事 我好去罚款 对吧 以罚代管 他应该是管监督 对吧 经常上门抽查 要监督他 但是我们不行 我们是以罚代管 我们啊 就像那个抓救援的 开忙活 开到你了 我就去那儿抽查 查到了就罚款 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样的话 就很多人 他就抱着侥幸心理 对吧 你开忙活 你开不到我 你开到我 到时候给你送点钱 对吧 实在不行 我就罚款 不接着干吗 对吧 我的罚款 我要在成本里面摊掉 我就 那我的食材啊 就更差 对吧 把这个罚款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恶性循环 以罚代管 法治不障 不健全 第四个 跟我们的意识也有关系 就是我们一边喊着啊 这个要是视频安全 但是一边呢 咱们消费者自己是稀里糊涂的 凡是热度 不超过三天 对吧 现在大家吃那个色拉油 吃那个油 又自乎又闻不到那个煤油味了 因为都忘了 这叫什么事啊 不在乎 那个央视325年年都报那些 对吧 视频卫生的那些事情 都是当时啊 他们受点惩罚 时间一过 马上也好了 那个方便面 你看看 现在不是卖的很好吗 大家好像忘了 他那个酸菜 是从大份池里搞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 心智啊 还不是太成熟 就是现在有了 就是萌芽了那种 视频安全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落实 对吧 不知道怎么去维护自己权益 不知道用脚投票 对吧 人家一打折 马上就去买 对吧 抢两箱再说 方便面半价嘛 那不好多人不去抢两箱 抢三箱对不对 媒体曝光的餐馆 多了去了 对吧 以次冲好 隔夜的蛋糕 第二天接着卖 对吧 那个什么啊 本来应该是销毁的那些吃的 第二天在这把 把它收拾收拾 接着卖 这种很多记者还卧底 对吧 到餐馆就卧底 餐馆里面那个老鼠啊 上窗下跳的 蟑螂倒树爬 哎 曝光之后 有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 大家就骂一顿就算了 这个店既然继续正常开 对吧 人家只要解释一下就行了 从来没有一个 因为媒体报道 说他就关门倒闭了 干不下去了 没有 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成熟一点 对吧 如果媒体一报道 那你这个店肯定活不了了 大家都不去 自觉抵制 那这个也起到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 那媒体的监督才有意义啊 你说现在媒体监督有什么意义啊 监督完了 媒体去心心股股 暗访 对吧 去那个卧底 调查出来之后 你对社会一公布 反而不老好 对吧 山家恨他 政府也说你多事 对吧 你把这阴暗面披露了 你谁同意的 你这调查记者 不听话 远走高飞吧 而消费者呢 也就是三天的痛快 就完了 对吧 保不起这个记者 还要被扣上什么 卖国贼的帽子 美帝的带路人 带路党 1450 你说这叫什么事 所以说这些原因 导致我们现在 这个食品安全 似乎年年喊 大家都很生气 但是就是解决不了 对吧 没有这个最恶劣 只有更恶劣 我一想到血糕里面 就便便污染 你想想 想想就够了 他这是抽查 没有抽到的呢 你以为他就卫生了吗 你以为他就没有 这个大肠菌群吗 说不定更严重 我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们的内心啊 无比强大 越来越适应 你再恶心 过几天 大家血糕还是要吃的 天一热 奶粉 大家还记得吧 三鹿奶粉 大头娃娃 都是自己人害自己人 连奶粉都要到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对吧 加拿大 美国去买 为什么 对吧 还有甚者啊 更有甚者 就是那些夹头粉呢 那些小粉小红 对你暴露着这些 市民安全问题 他不考虑市民安全 他考虑是你动机 你这么干 你目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摧毁 民族产业 就是他自己吃屎 他不在乎 他能吃 你就得能吃 所以希望这个夏天啊 今天立秋吧 秋老虎 还有一段时间 比较热 希望这个加拿大老师 多吃点雪糕 冰棍 加渐温 对了 这个加拿大老师 不是就住在厕所边上吗 那绝对是大上杆军 超标 他那个号码 好像就是个厕所 所以说他发的微博 发的视频 讲的那些话 满满的都是大上杆军 比那个 科目多 玉西啊 还要厉害 大家还是且行 且珍惜吧 对吧 吃的东西 如果你在乎的话 还是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不在乎 其实吃也可以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